新兵 請看新兵進行曲 演那麼雜雜的 很憨酷 真的很酷 我覺得順平真的有個很厲害的地方 你一定沒有被人家騙過 我覺得還是有被騙過 對啊 我就是 余浩然騙了 喂 喂 瓜哥 除了放爆機 謝謝 你跟我那麼好 所以我要這樣為你 你 其實我也有帶騙過 我不要拿我的衣服 等一下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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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囉 KOMI 同一區看新兵進行 趙雷來賓 我們歡迎今天 Superstar KOMI來賓 王仲斌 還有請選 王仲斌 今天傅宇子有很大的演出 對啊 真的 那天在 士鵬哥為了這部戲 他可是放棄了江山愛美人 他一看了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傅宇子裡面的名字是叫什麼 我在 然後是一個 然後是一個為了爭取愛情會 對 現實生活也是這樣子的嗎 喂 是的 你賣了 我想要怎麼樣 沒事 你不要欺負 我不說了 不要欺負鍾品歌是嗎 看起來是不是 像白痴兒做回來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怎麼會行 今天請到兩位呢 就是要來參加我們的 演技大考驗 謝謝 爺爺上日也要來一場 B-Fan Party 秉持著創意美感 和真實原味的宗旨 由最具巧思的名廚團隊 賦予傳統杯子蛋糕 最時尚的新生命 視覺 味覺 心想宴 到底誰能夠鮮長為快呢 緊急版演技大考驗 主持群集來賓分兩組PK 表演隊要施展演技混淆對手 答題隊則要設法猜出執行任務者 答題最多者極為勝利 歡迎 歡迎光臨演技大考驗 等你來考驗 現在我們馬上要介紹兩隊隊 首先介紹我們的圓浩隊 有我們正氣的圓浩 以及美麗的儲萱 還有我們可愛的林道遠 今天要介紹我們的桶桶隊 有我們帥氣的愛辰 可愛的鍾明哥 以及我們美麗的桶桶 鍾明哥的演技也很好 妳知道嗎 這很憨厚 中文演那個傻傻的 很憨厚 真的很憨厚 我覺得鑽明哥有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 你一定沒有被人家騙過 我覺得還是有被騙過 對啊 我就是因為 被余皓然騙了 對 喂 我就是被他的美貌給騙了 我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我們第一回合的題目 請聽清楚了 誰沒有吃到 乾梅薯條 這個是薯條 你們覺得它有可能是 乾梅嗎 不是 我跟你們打擾 它絕對不是乾梅 來 你試試看 你這樣根本沒沾到吧 你買給哦 沒關係啦 它是乾梅 但是它是 我們三個會有一個人 吃到那一個 對啦 會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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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O隊請馬上進入 請進舉 好 賣乾梅薯條的小女孩王瞳 今天在一個又冷又暗的街頭 獨自一人賣著乾梅薯條 薯條 剛剛那個薯條有沒有人要擺啊 好多喔 王瞳肚子好餓 他決定了 他不賣 先偷吃一包 好可憐 爸爸應該不會知道 爸爸不會知道的 粉好多喔 粉好多喔 它整支變咖啡色的耶 我們是正材食料的喔 好咖啡耶 有沒有人要買 這 這 來 是賣薯條 恐童被嗆辣嘎一本 嗆到頭昏昏 腦脹脹 呼嚴 好多喔 它整支變咖啡色的耶 我們是正材食料的喔 哇 你的薯條好粉嫩喔 好咖啡喔 你是賣薯條 你賣火柴 買火柴 你是賣薯條 賣什麼火柴啊 喂 這就是我們一號 恐童帶來的表演 2號 鐘平哥請進入 請進去 好 是的 鐘平哥 他就是傳說中 王瞳的爸爸 名了 薯條賣多少錢 賣了一包而已 賣了一包啊 對 真厲害 好 薯條賣得還錢耶 錢嗎 有 有 我要去買薯條吃了 蛤 就去 不是 最為賣薯條 又去買薯條的朋友 你感覺要賣薯條 你還要買薯條 你也拿去買 還要買 你還要買 這洗澡 你真的 你還要買薯條 這時他發現 他賣的薯條 又炸好了 薯條更進了 每個人都還在炸 是 也想起自己的薯條 多麼好吃 爸爸 大口一點 這很紅 五味雜陳的 吃下來這一大根薯條 我剛才沒有放過這 我放酸梅粉 應該不會很辣吧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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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這就是二號 鍾明哥帶來的情境劇團員 好 來 各位 馬上三號 艾成請進去 請進去 好可憐 浩色的富翁愛神 今天出來怪大師 王瞳看到富翁來了 賣薯條 趕緊收上錢來賣薯條 叔叔 叔叔 你好多錢喔 叔叔 是 我有很多錢 你看 那你可以跟我買薯條嗎 買薯條 是啊 好啊 我剛好也餓了 是吃哪一個 這個嗎 這一個 這一個好不好 這一個好啊 但是 好 那我決定了 因為你對我那麼好 所以我要這樣餵你 不是啊 我其實我也有帶錢 我也有帶錢 來 等一下 很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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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根嘛 那個沒味道了 你拍一根 你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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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來就要負責 拿起來好不好 來囉 好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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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s 有 有 考驗 吃下這個五味雜陳的薯條 三號 是的 這段是我們三號 艾成帶來的請禁止表演 到底誰沒有吃到乾杯薯條呢 討論三秒 倒數起開始 三秒 兩秒 一秒 時間到 我猜 一號 為艾成吃薯條的時候還是很辣 漂亮 是 但是你想他為你嗎 不 我最近演技已經進步了 酸的 酸梅子粉 梅子粉 你要講梅子粉 會酸的是臭掉 今天是一號 對 如果這個是辣的 我今天我再餵他一次 我再餵姑姑一次 沒關係不用客氣真的 對 好吃 真的嗎 好吃嗎 真的是好吃嗎 真的是好吃嗎 哇 中文哥的都好長條 這根根本是麵條吧 這上個比賽都太遠了 怪不得 誰怎麼那麼麻醉了 你看 是不是 你被踩一下 是嗎 各位這支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正確解答 沒有吃到甘梅薯條的就是我們 2號的中品哥 哪裡 原浩隊猜錯了 所以我們的口頭隊得到一本 蒜力盤 好 好 我們要馬上進入下一集 歡迎回到演技大考驗第一回合 第二集 請 結束了下來 我們的題目很簡單 那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以下步驟就是這樣 沒有要這樣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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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肉呢會從生的 很快的他就 各位有沒有看到 誰沒有在蒜肉片 我們的桶桶隊請進入情境 上完班之後 很累的回到我家 他問了老婆 今天吃什麼 老婆啊 我們晚餐吃什麼 吃蒜羊肉好不好 蒜羊肉 好 妳好大 一片 妳開銀樓的吧 兩片 三片 蒜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肉長啊 我很重 三片 很重 這很重 我這樣算 我很用心的 是真的肉 對 不是你 是肉 蒜羊肉 等一下 到底他蒜的是羊肉 一片 還是 你很堅持耶 是 這就是我們1號 鍾名哥帶來的 請進去的 請進去的2號頭 請進入情境局 然後1號 是一個酒令 酒令 是酒令嗎 他最讓羅寶貝堅持酒令 簽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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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要 蔡麗玲保持身材 都不吃油炸的食物 只吃水煮的 蒜肉 所以他決定向偶像看齊 今天來吃清爽的 蒜肉 片 片 片 你要邊蒜邊跳那個 要出收服力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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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太熟了 好可怕 他很長在手耶 放得好靈活喔 好可怕 好可怕 這就是我們觀眾 童童帶來的 請進去表演 準備了3號 艾成請進入 請進去 艾成 是個火鍋店的老闆 平常最喜歡幫客人 算肉片 好可怕 他其實是一個 每次怎麼算 都算不準 他自己拿肉片在幹嘛 這就是我們3號艾成帶來的 請進去表演 好 各位 到底是誰呢 到底是誰 沒有在算肉片呢 袁浩隊 討論倒數3秒 請開始 3秒 2秒 1 時間到 鍾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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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太忙了 他在那邊點那個算盤 怎麼可能可以好好的那個 對 你看 你每次表演都被人家擲起來 對 到底是不是艾成呢 1 2 3 童童 沒有 沒有 他太刻意了 沒有 完蛋了啦 你的演技要改善了 沒有 你怎麼說這話 你講得好沒有說服力 童童到底有沒有在算肉片呢 答案即將揭曉 1 2 3 耶 好 不出全都化的演技究竟 童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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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啦 你的演技要改善了 你怎麼說這話 你怎麼說這話 講得好沒有說服力 童童到底有沒有在算肉片 他答案即將揭曉 1 2 3 我再錯了 來看一下 我擺咖 鍾萍哥到底有沒有在算肉片呢 1 2 3 天啊 他有了 有了 1 1 2 1 2 3 觀眾朋友 有了 1 2 3 怎麼樣 猜錯了吧 硬一點 硬一點 各位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題 誰沒有在算肉片 正確的解答就是 王頭沒有在算肉片 厲害 對 是的 元昊隊猜錯 所以我們的童童隊又得到一個 勝利盤 來 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 下一回合我們 攻守交換 歡迎回到演技大考驗第二回合 現在攻守交換 這根本就是一個 加油 主題派對來著 好 好 好 兩位第二回合第一題 這一題的題目是 誰知道 超酸的 醋章魚 又是觸進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要進去啦啦 不能吃啦 不能吃啦 掉了啦 牙齒汗 對 蹲下去了 還是Man了耶 那個牙齒感覺好像被溶掉了耶 到底誰知道超酸的出章魚 那我們馬上進入請進去 1號 楚軒 楚軒是個千金大小姐 因為她非常非常愛吃章魚 所以特地叫廚師做了 醋章魚來吃 你好 我是LININME DAIZU 好美哦 她好美哦 她吃了一口 她吃了一口 非常地酸 氣質 你是決定的 氣質 這是 這如果是千金大小姐吃的 一定是騎士珍寶 你還猜兩槍幹嘛 是的 這就是我們1號楚軒 帶來的情境 期間 劇情來到了2號林道遠 話說剛才她偷了楚軒的處章魚 現在回到了她的 潮汐 潮汐 真的師父不在 趕快偷吃處章魚啦 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這就是我們2號洪菇 帶來的情境日子 事情發展得非常的迅速 緊接著我們來到3號 搖遠浩 搖遠浩 她就是傳說中的 3號洪菇 3號洪菇 1號洪菇 喂 喂 是的 廖貼廳一回來 紅菇趕快把處章魚藏了起來 師父 你回來 今天偷了什麼東西啊 我 我 師父先看你的啦 那我們行俠仗義 當然是要偷些 唉唷 唉唷 哇塞 心盈才有幫助一些窮文家 來拿 來拿拿拿拿拿 我 我 唉唷 真的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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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那個靜音才寶好閃喔 那 Emperor妳托到什麼 我看一下 哇 師父 我跟你講這個厲害的 什麼 公主在吃的東西 什麼東西 出章魚 騎士爭蚪 Pokken 騎姆等一下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我叫你去偷靜音才寶 你給我偷這個出章 竹竿魚 竟然偷回來了 師傅剛剛偷東西肚子也餓了 吃吃看 竹竿魚一定很痠囉 好吃 幹嘛先消毒還 這就是圓豪隊帶來的 請進去表演 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還有竹竿隊 到底是誰知道超帥的處章魚呢 討論倒數三秒 請開始 三秒 簡單 兩秒 一秒鐘 時間到 竹竿隊 請派代表做答 二號 二號 李豪 二號 李豪 他 李豪 為什麼不是千金大小姐 他那個 他吃了那個 把他鋪掉那個 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就這樣 你那個好快哪裡去好不好 他這樣講也是有刀 他就這樣 喂 你都不要太多話 這對的 不是啦 這香的啦 好啦 這給我嘛 你這樣子 你幹嘛 你幹嘛 我真的想打你 我真的想打你 你忘了跟頭髮吃 你面貌幹嘛就亂動 好好吃喔 好吃的 不酸 一點點 而且還甜甜的 咬到好吃喔 蛤 喂 喂 咬我 你咬我啊你 不是 阿菇耶 給住民哥吃 因為他猜的 不是 二號 來 二號猜 換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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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當然的 這個是啥 小朋友不要學啦 日本料理可以用手 這是本來叫我叫我味道還是 你 換好了七七四十九天 就搖淫厚的嗎 高速也不是 換好耶 好耶 好什麼好耶 他跟我配小黃瓜 你幹嘛啦 你幹嘛啦 他有 判得勝進止的他 好 是的 沒有錯 我們正確的解答就是 誰知道超生的處張 於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 我們的二號 林道遠 所以童童隊 你們猜對了得到一個勝利盤 各位跟第一次全班的觀眾朋友 我們童童隊就以3比0 贏得了這次我們的 演技大考驗 今天到上來 我們馬上要掌聲今天的獎勵 Oh yeah Oh my God 恭喜我們的童童隊 謝謝 這個獎勵看起來很棒耶 我們今天吃的是夏日 繽紛派對 Party Talk 好 KB 我也流了 你看 而且蛋糕這麼誇張 鹽六色 因為它每一個口味 就是每個顏色的口味都不一樣 像這個是藍莓優格 然後這是棉花糖加芒果 做萬月梅 萬月梅 我現在幫你示範 那個芒果甜不甜 對 等一下 好想吃芒果的 你不會吃想一口吧 真的假的 芒果配上它的棉花糖 它的棉花糖吃起來很細耶 很細 很細 緊接著而來的是我們的海綿蛋糕 告訴你們 它海綿蛋糕的裡面 還是有那個芒果的果醬 好細心喔 妳細心嗎 我當然要選抹茶 我超愛抹茶的 我也是想吃這個 我沒有想跟你聊天的意思 抹茶 這應該都是奶綿 感覺好綿密 有嗎 給你看 它裡面是滿滿的 等一下 它裡面是滿滿的那個 真的耶 紅豆豬 它的杯子蛋糕也是抹茶對不對 對 多米個罐 真的耶 萬月梅 蠻月梅健康 我的天啊 可以 再黑一口那個 抹茶 抹茶 那個海綿 吃什麼 吃得真好 肚子還故障你 真的不算什麼 這太好吃了 很好吃 這吃力很棒 這美滴 對不對 到我了 你吃檸檬嗎 吃檸檬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清爽的人 檸檬 我來試試看 我來講它口感 我不想聽 對 剩它離開 我來試試看 你做什麼戲啊 沒有 它自己都覺得很乾 它這個奶油 吃起來 有點冰淇淋的感覺 再加上香麵 非常好吃的海綿 洗車的 海綿 海綿 有蛋糕 看到沒有 我們今天的獎勵實在是太好吃了 謝謝 今天也謝謝主持人過來這邊 謝謝 謝謝 還有東銘哥 現在你們大家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看得也很開心 好 既然大家一定要在 週一週晚上去辦 要送給我們好看的 新民地獎金